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此同时让自家数据更容易被取用,作为社交数据供应行业的领先者,以及Twitter的长期合作伙伴,Nip自然而然成为优先选择。交易完成后,Twitter将借助Nip的专业技能为客户提供更高水平的数据集和更好的数据复集。 Nip与Twitter的渊源需要追溯至4年前,而前者其实也是少数几家可以接近完全取用Twitter社交数据的销售公司,其他几家包括WordPress、Tumball和Foursquare。 另一方面,包括Facebook、Flickr、Google家、Vimeo和YouTube等16家主流社交服务提供商则获得了比较受限的可管理公共API接口。 截至目前,Nip称其已在42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投递了于2、3兆一条推文。 Nip首席执行官Chris Moody表示,与Twitter的联姻将令该团队的拓展在社交数据销售行业比竞争对手更胜一筹,而他们随后也将加强在品牌、高效、代理公司和开发者们身上的扶持力度。 Twitter近来已成功收购数家创业公司,包括锁屏应用开发商Cover、社交电视、分析公司Mathgraph和SecondSync。 总之,Twitter已经意识到,社交数据已成为下一块上代深入发掘的宝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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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